生活中的人事物 如果放慢脚步 用心去感受 有很多值得记录 嘉义高中退休美术老师王德和 两年来用彩笔记录 家乡的美景和秘境 还有93岁的老母亲 这些都是她笔下的题材 希望透过绘画来宣扬故乡 让更多人发现她的美 画中的野生植物 倒地灵又被称为心痘 象征心心相应与情意绵绵 还有生气勃勃的向日葵 以及93岁的老母亲 这些家乡情景以及亲人的近况 都是嘉义高中退休美术老师 王德和的作品 希望创作能够变成自己 生命里面可以 非常永续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从自己身边的东西 开始来做记录跟观察 所以像倒地灵 或是一些花卉 或是家乡附近的一些水果等等的 都成了我画画的一个题材 嘉义高中美术老师王德和 两年前退休返乡 除了陪伴生病的妈妈之外 经常回到云林四湖博子寮 来找题材 希望透过画笔累积能量 让家乡成婚之美被发现 因为画画是我自己擅长的 那我能够把我眼睛所看到的 家乡对她的感动 用自己画笔记录下来 对我来讲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实以前是路过 你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景色是在哪里 然后回来以后每天就是慢慢地去拍 慢慢地去欣赏 才发觉到我的故乡 其实是太漂亮了 由在地人蔡茂园的带领下 走入博子寮秘境 这片优雅神秘的海边森林 有蓝天白云倒映水中 风车 自然成型的沙丘 加上绝美的戏照 王德和拿起铅笔 速写下这片无敌景致 用画作表达他对故乡的浓浓情怀 请不吝点赞